你们要多的我念一次哦 一二三 去 台湾慈激大学学生们在马来西亚新山慈激医卫园当海外志工的同时 也当起了青山大使 向师生们介绍台湾的饮食文化 并带着孩子们搓起了道地的台湾汤圆 而新山慈激医卫园则带慈大同学们参观了新山和古来的地标 体验道地的马来风情 让身在异乡的学子们感受当地多元种族的本土风情 那个汤圆用什么东西做的? 糯米粉 糖 水 水和糯米粉怎样? 嚼嚼嚼 我们搓形状 虽然大小形状不一 但亲手制作的汤圆吃在嘴里还是特别好吃 不过这并不是孩子们平常吃的甜汤圆 而是台湾风味的咸汤圆 把汤圆放到咸的汤里面 通常在台湾咸汤圆都还会再加一些内餡 平常小朋友知道的应该都是甜汤圆 然后在这边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流行咸的汤圆 所以就想说趁这个机会带他们吃吃看 自制专属原住民头套 再加上简单的拼图 即使只是坐在课堂内 孩子们对台湾的印象依然格外深刻 孩子们都知道花莲嘛 可是没有真正去看过那个地图 那今天姐姐就给他们看到 哦花莲是地图上的这一个地方 会比较有帮助可以加深他们的印象 比较有熟悉的感觉 就可以认识到不同的文化咯 此大同学大孩子们体验了台湾文化之后 此季幼儿园的大爱妈妈 则以浓浓的马来风情 让远道而来的学子们感受多元种族之美 是我们现在穿这个 是我们马来人传统的Batik 就穿的马来服装衣 特别一点热 他们马来人在Islam里面 不可以把他们头部沉浸给大家看 哇原来就是不一样的人 也是可以好好相处 就彼此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 对互相包容 大家就是和平相处啊 然后不同种族也可以一起上课啊 一起玩啊之类的 学到了很多在台湾不会看见的东西 就是人文素养可以带小朋友 可能是我们来的是此季的幼儿园 所以比较注重人文教育 就是生活上面啊 或者是品德上面都会特别注重 所以这边的小朋友比较有礼貌之类的 就是他们的人文素质都比较好 经过两个星期的志工服务 此大同学们在付出的同时 也开拓了自己的视野 并留下宝贵的人生经验 为日后投身教育志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大海新闻 真山美志工 马来西亚新商报导 大海新商传 大海新商光 大海新商团 季욱 大海新商 吧 防照